接下来介绍了另外一个名词 叫做同工器官 顾名思义功能一样 叫同工器官 同工器官就指我的环境因为类似 我演化出去相同功能的构造 所以通常外形会长得很像 那这个同工器官 有没有可能也是同工器官呢 我们就举下面这个例子了 鸟类的翅膀跟蝙蝠的翅膀 是不是都是氏族类的前肢 它们是同工 因为它们是可以飞的 它们是同工器官 但同时也是同源 只要是同源器官 就可以作为演化上的证据 所以鸟类的翅膀跟蝙蝠的翅膀 又同工又同源 OK可以用 但如果今天举个例子是 鸟类的翅膀跟昆虫的翅膀呢 它就不是同源咯 虽然是同工但不是同源 所以鸟类的翅膀跟昆虫的翅膀 不可以当作演化上的证据 因为它不是同源器官 那为什么我会知道 鸟类的翅膀跟昆虫的翅膀 不一样呢 按照前面两个准则 有没有来自于乡中祖先 我们来画一下这个演化术 为了表达方案 我这边只画鸟 鸟就是极锁动物啦 鸟在这里 那当然有很多分子我就不理它了 然后呢 这边呢 有一个生物叫做昆虫 就是节肢动物在这边 好的 那节肢动物跟那个极锁动物之间 有没有别的生物演化出来 当然有啊 那它们有没有共同祖先在这里 可是你就想嘛 昆虫的翅膀跟鸟的翅膀 是来自于同一祖先吗 现在来看这个问题 答案是没有 怎么说呢 鸟类是脊椎动物 四足类主要在这里 四足类演化成两身爬虫鸟跟伯鸟 所以四足类有前肢 也就是鸟的翅膀 可是昆虫呢 它的翅膀是这个时候演化出来的 所以它们的祖先不同 那我怎么得知出的祖先不同 我现在打叉叉的就是没有翅膀的物种 如果今天这个祖先有翅膀 应该全部的子带都要有翅膀啊 可是昆虫跟鸟类之间的这打叉叉两个 就没有翅膀 举例谁呢 脊皮动物们 海鲜海生海胆 没有翅膀啊 所以可见 脊椎动物的翅膀 是脊椎动物自己演化来的 昆虫的翅膀 是昆虫演化来的 它有不同的祖先 所以就没有来自于相同祖先 那它的胚胎发育过照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鸟类的翅膀是来自于 我们四足类的前肢发育而来 但是昆虫的翅膀 目前有两种假说 第一个是 昆虫的背面不是有骨片吗 就是它的皮肤 它的骨片凸出来 变成大了一个瓶薄膜 然后开始动 就是翅膀 由皮肤发育而来 另外一个说法 有些昆虫是水生昆虫 它的肛门可以从里面长出塞 来做气体交换 肛门塞 而塞变得很大片 当它离开了水 大片的塞开始摆动 就造成翅膀了 所以不论是哪一种学说 来自于背部的骨片 还是来自于肛门的塞 都不是来自于前肢的胚胎结构 所以第二项 有没有来自于相同的胚胎构造啊 没有啊 我就从此可以判断 昆虫的翅膀跟鸟的翅膀 不是同源 但功能一样 也许外形也很像 就叫同工器官 所以现在我把同工器官 就说到这边 所以当你看到同源 可以当演化证据 有的时候同工器官也是同源 就是演化证据 但同工器官却不是同源 就不能当演化证据了 那我们来看几个图来说明一下 刚刚讲到同工器官的判断 你在解剖学上是可以看到的 像你看到人的手 猫的前肢 鲸鱼的鳍 蝙蝠的翅膀 是不是功能都不同 有的是哪里拿东西 有的哪里走路抓老鼠 有的哪里游泳 有的哪里飞 功能完全不同哦 可是为什么我们知道他是同源 最早是在解剖上看到的 然后才想到 啊 他们有共同祖先 来自于四族类的祖先的前职 那解剖学上怎么发现这样的现象 虽然外形长得不一样 功能不一样 但解剖上其实很像啊 人类的这块骨头叫做公骨 你家的猫也有 鲸鱼也有 蝙蝠也有 鸟的翅膀 你吃鸡翅也有 而且怎么都有一模一样 那你的前辈这边有两块骨头 你家的猫也有 鲸鱼也有 蝙蝠也有 鸡翅也有 其实你去找爬虫类也有 两生类也有 好 接下来是顽骨 就是手腕这个部分 哎 我这边都有啊 好 接下来是指头的指 指骨 对不对 我们艺人来讲 应该是提手吧 比较好 指头 因为你是手嘛 指骨 猫咪的指骨会转弯 所以有些钩子可以缩进去 而鲸鱼的指骨 撑起他的旗 而蝙蝠的指骨 撑起他的薄膜 鸡翅也有 指骨 指有点退化 鸡翅的翅膀也有 指头 好 所以这些动物 怎么比较解剖上 好像 虽然外形可能不同 功能不同 可是解剖起来 一样啊 就这样想起来 它会不会来自于 共同祖先 而演化出不同功能 这就是同源器官 也许不同功 也许同工 但是同源是同源 这样的判断 那另外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同源跟同工器官的比较 请问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你就要先会判断 同源是什么意思 同工是什么意思 好 有没有问题 所以这两个并没有矛盾 有时候同源也是同工 有时候同工却没有同源 那有时候是同源 也没有同工 就看你的演化路径是什么 好 但只有同源器官 它具有演化学上的脉络 可作为演化学的证据 好 以上的同源和同工 好 我们先说一下这 谢谢你